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30號 今天要講的就叫做 不過都未是一個最終判決 就是你來我往 之前直接連上法院的機會都沒有 我们一直重温,话说在这个2021年,即是去年的事,4月21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说那些判案呢,都已经是要由参议院那边,就是说州那些参议院,不断这样去轻重,原因就是因为州务卿和州长连同司法的机构, 那些法官都有事,那三者合在一起,跨过了这个立法机关,然后突然之间,可以将那些魔法变变变的日子,就是原定的deadline,就退后很多很多,那今时今日,虽然还有很多的立法程序,就说,例如要checkpass,就不是每一张飞仔都计,而是每一张美国人民的飞仔才计,那这个其实很基本的, 一场2020年的魔法变变变,再加上老虎机仔,就让你看到,唉,今时今日,原来是这样的,那最近,这个拜拜还说自己很受欢迎,是呀,你不见吗? 我不知道英文媒体有没有写到,但至少中文媒体就说,如果现在,即刻举行,一场魔法变变变变的话,拜拜是会赢的,包括赢这个佛罗里达州那个州长,以及海湖山庄的特事军,他是这样说的,但最厉害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当这个拜拜的民调下滑的时候,他跟你说,唉,这些东西不能相信, 那下滑又不能相信,但是呢,他说你会赢的咯,那是不是又不能相信呢?正还是,他对于这方面就叫你不能相信,对于他有利那方面,你就可以相信的,即是没办法啦,今时今日,你知道,在YouTube那里,你是没得dislike他的嘛,虽然你很想给,他至少不会展示给你看有多少,他自己知道的, 那你走过的时候,你就按个dislike咯,这方面,其他的平台就做得好很多,相信咯,即是我们寄望啦,一年之后,世界将会大不同,但是呢,不会那么快咯,起码都要等10月,跟着大家才可以看到一些新景色,不代表有希望的,就是你看到,加州那只柳心,同样地,都是魔法变变变的,是大比数那样,没有事,那你说啦,不过,说明是加州嘛,一向都是 都是他的地头,他喜欢怎样就怎样的啦,我说不明,已经是他的地头啦,当时呢,那些人想弹劾他啦,已经存了很多个百万票的啦,他都杀有介事,很害怕的那样款,甚至乎,就动用不同的方法,令到这个这样的弹劾流选,那所以,今时今日,加州的人民,其实同香港人,有共同的感慨,似乎,就真的不离开这个家乡,去第二个州不行啦,他们都说, 可以去第二个州份,但是香港,不是人人都可以走到的嘛,就真是望洋轻叹, anyway,言归正传,那话说,去年4月19号的时候呢,疫情是弹回头,而那一个诉讼呢,当时,就是,都有少少绝望那样的啦,是最后一个诉讼来的,那时候是这样写的,就批准这个全票的申请,但是呢,判决是会被撤销,案件是会驳回,仍然依照 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指示这个呢,是无效案件,当时轻重那单案呢,就是因为,那里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在2020年裁定,延长那个魔法变变变的时间,去到截了纸之后呢,三天都还在那里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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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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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而这个议案就已经从去年没什么瓜葛 但是对于10月时候都还是有影响的 这里就不妨讲一下 话说这里是奔直凡宁亚州 而且还没去到最高法院的 就只不过是州法院的裁定 那也好啊 你这个州法院的法官难得这么有勇气 这个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哇 马上关机是吧 其实要看的 哎 没有效也好 我们要看的其实是那个议案 这些事情一向都应该正常发生 但是就没有正常发生到 那现在它又只不过撥乱反证 但是呢 就只不过是很低维度里面的撥乱反证 不过既然呢 每一个阵地我们都应该摩实的时候呢 那不妨看一下 那话说奔直凡宁亚州的州法院裁定 如果那个人没有任何的理由 那缺席出现 那别人对不到他的资料啦 那然后就只用顺丰 在那摩法变变变的话呢 那州法院在1月28号时候就正式裁定 拍板了的了 那样东西是违反了州的宪法的 但是都很乱 因为这项法例呢 说的是奔直凡宁亚州第77号法案 当时在2019年时候呢 是连民主和共和两党都有共识通过的 但是去到9月时候呢 突然间啊 9月哦 已经塵埃落定了 但是都说过啦 共和党那边很明显呢 就是会为自己撤身利益着想的嘛 所以突然之间觉得 这件事不是很对劳哦 于是提出诉讼 将这个议案提请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 非实质的胜利 但是你说值不值得说呢 是值得说的 不过 说给谁听啊 就是奔直凡宁亚州的居民听 为什么呢 因为州务厅目前呢 就已经就这件事 就上诉了去更高一级的法院 原因很简单 那个党大家都知道的了 挂民主卖独裁那个嘛 不同意这个判决不得止 就是觉得州法院是没什么用的那些的 那同时间 就呼吁那些居民呢 就申请 完全不需要理他 就说 对于今年5月时候呢 那个入围赛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就是仍然那些 那些居民是可以申请这个魔法变变变 要邮差叔叔为他们代劳 那其实 哇 邮差都挺好做哦 就是如果我给钱邮差的时候呢 他打开封信 然后改一点点东西 那就搞定了哦 他都不亲身去的时候 他又怎能够很肯定这样的 那些东西没有出差错呢 而事实上就是发现 写了不知去哪里 又有些在河边找到 河边有只羊 河边有只像 河边有你这只飞仔 好像改过这样 那但是里芝州没听想 很简单 如果是受欢迎的这件事 他就不用作出呼吁啦 而作出呼吁 也是为了做一个计划出来 只要很多人都欢迎这件事的 觉得没什么所谓啦 又省下一些脚情 很多人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 当日都不会有魔法变变变 甚至乎 他本身呢 可能都是支持海湖山庄的 但是都决定寄信 原因为什么呀 一个字 懒 那只要很多人申请了这件事的时候 你不要只要他的认证啦 跟小皮求香招邮差不多的 但是 他就可以拿着这个线 然后就跟你说 不是呀 很多人都支持这件事 你州法院根本就没理据 他是这么说的 挂民主卖独裁那个党 那个州务卿 那个州长 他说这个判决法律上是错误的 真厉害 他做法官 而事实上 去到九月的时候 那些共和党人才走去提请 就已经太迟啦 因为为什么呀 你不早日做 现在已经没有实质效用 而很多的那些共和党员呢 很简单 他们就不想烫那趟温水 海湖山庄那条有关他们什么事呢 更何况 他们被人抓住条颈啊 就是很多他们那些叫金主 就跟他们说 那 冠兵不动 之后是你们的事 但是这一个时刻 你们绝对不可以出声 结果就是人人收声咯 永不落空 但是去到下一次 金主就没什么所谓了嘛 因为为什么呀 很多呢 一方面 就给了一定的金钱 去支持这个挂民主卖独裁的党 但是同时间 也都有支持共和那边的 原因为什么 六四分而已嘛 你觉得那边赢面大的 就比六成 那边赢面小的 就比四成 但是随便一边赢了 你都是他的金主 那结果你仍然是可以影响个决策 那个玩法就是这样 圆用已久 所以一方面 我们经常都会说 哇 你自己共和党那边都四分五裂 但同时间 我们也忽略了一样东西 Money Money嘛 所有东西 都是说钱、银、华士 那这里再说多一件花末啦 那话说 1月23号时候 威斯康辛州的人口老化非常严重 就是为什么呀 因为找到呢 在2020年 原来真的有人 就access到那个system 结果找到 有十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二名的一百岁老人家 有参与当日的魔法变变变 那你想想 十一万多一百岁以上的老人家 那就无关乎 这一个州份 那么历久不须啦 是吧 但是可想而知的 诶 他们一定是拜拜支持者啦 为什么呀 哼 老人家惨回老人家嘛 至少那些pampers的牌子 大家可以交流 所以说 魔法变变变 一个按钮就搞定 非常便利呀 诶 作为 奔直凡尼亚州的居民 但愿啦 不要吃那么多薯片 喝那么多可乐 走下啦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没什么的 怎么拜拜都不信民调 是不是这么说 好 今天说到这里